海欧集团赞助 云南白药器物剂 跌打损伤 纷纷就见效 荣誉呈现 海欧中华文化书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华文化书院 我是国祥 那讲起我们中华文化 其中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节日 因为有了节日 我们才能够凝聚在一起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 陈晓鑫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节日的背后的故事 博士你好 你好 其实啊 有很多的华人传统节日 现在呢都已经开始被简化了 特别是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里面 甚至有一些 哪怕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 他们已经开始忘记了 或者是不太了解 哪一些节日的典故 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博士你对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社会的现象 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这个也是受到这个西方文化影响 所所带来的那种后果 因为变成很多人是非常有崇洋的心态 很多时候他们反而是庆祝这些西洋的节日 反而忘记了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那些日子 比如说春节啊 清明节到五节等 我们先讲春节 春节其实对中华文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 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他不了解自己的文化的话 他就是没有灵魂的民族 这个这种民族也不能在长久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 因为迟早他会给人家童话了 变成没有一个灵魂的民族啊 所以文化就是可以区别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的文化 所以一个文化是要讲到文化方面 肯定要讲到其他的重要的节目 比如说春节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春节 春节是一个所以说是每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对这个中国人来讲 因为中国主要是用这个农历啊 农历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盐厨域称为第一天 以前也叫做盐旦 盐热 盐城 盐镇 盐溢 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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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镇等 时辰里面的一开始 所以说三言的意思就是说 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说新年的第一天的开始 就是说这个春节 这个春节的由来 主要就是说在这个心态革命之后 他们把阳历的一夜一夜称为盐旦 把这个农历信仰称为春节 海欧集团赞助 原南白药气务剂 跌打损伤纷纷就见效 荣誉呈现 海欧中华文化书院